美军又以丑闻刚被坐视,情节不堪入目,牵涉所有军种女兵。 作者却兴明,图片来自网络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常常在世界各地耀武扬威, 兴风作浪然而伴随美军一起的负面新闻也一直没有断绝过,甚至还常有趣多丑闻见诸报端, 日前又有一则关于美军的丑闻传来,并且其内容之不堪,简直难以描述3月15日台媒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已经对有人在网络上分,想包含数百张女兵裸照的文件夹一事。 展开最新调查稍早之前,美国星条旗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德罗普博克斯Jobox软件文件夹内, 发现数百张美国女兵验照的报道经过调查,一共发现有267张美国女兵的照片被上传到脸书网站上, 这些照片无补内容低俗,下作不堪令人无法描述,自然也引起了美国社会极大的负面影响, 美国陆战队的哈利森尚未向五角大楼发言人承认此事可能涉及美军所有军种, 虽然美国从来就标榜自己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但美国军队作为美国的安全防污保障竟然出现诸如此类的行为, 还是令美国政府难以接受,然而像这样的丑闻其实还只是冰山一角, 这只在全球横冲直撞,看起来威风八面的军队其实已经在从根基开始腐烂了, 这并不是亚威严总情不久之前,居然还有美军吸毒贩毒的消息被媒体曝光过, 今年2月11日,美国华尔街时报,披露经美国海军查证冲绳驻日美军基地, 发现有12名海军军官勾结在一起进行贩毒活动开始有一名海军下是因吸毒, 而被抓捕后来美国海军犯罪调查,说顺藤摸瓜才把隐藏在驻日美军里面的这个毒窝一举端掉更令人倾心的是, 这还涉及到美国军方的一个规模庞大的贩毒网络,当然以上情况还不算最严重的, 具意曝光的事实美军里面算得上最为有主,只有策划的群体犯罪是在招名的美国第七舰队, 去年11月份全球多个媒体征相报到了美国第七舰队腐败沃案的丑闻, 据悉,这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为严重的贪腐案件该案件的核心人物, 是一名称为胖的伦纳德的商人,他长期性地对美国军方高层施以各种各样的贿赂, 以此将美军在海外的服务项目几乎都大包大揽了下来, 在案发时已经被牵连涉案的美军军官就达到了约60人, 其中包括两名上将美军下层官兵的犯罪如此令人发指, 而军方上层的腐败又如此触目惊心, 这对美军造成的危害当然是, 显而易见的就以美国第七舰队为例仅在去年就接二连三, 发生了多次撞船事故, 造成了数十名官兵伤亡和失踪, 同时在舰船维修方面还损失了十数亿美元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 据美国海军去年11月公布的调查报告称, 主要原因是官兵的多重人为因素而导致的低级错误, 显然像这样每天沉浸在金钱, 美色以及毒品等漩涡中的官兵还哪有兴趣, 将心思放在军务方面, 可以想见美军如此不堪。